這邊就有長了四顆 好像淋巴這樣中間 就是抽骨髓去檢查 然後他就講說是 應該是確定是那個急性白血病 化療完以後他說 並沒有改善很多 所以大概只有 最高也只有20% 大概只有10% 5%左右 我就說喔 他說那你可以考慮看看 因為那個過程是很不舒服的 然後就回家跟家裡的人商量說 如果很不舒服又成功率那麼低 我就覺得好累喔 然後可是 就是我們家裡的人就講說 就算有一%的希望 你也要去試試看 可能它的東西在你的身體 是沒有起到作用 對 所以又跟我的捐贈者 要了那個零 零八把 打進去 所以 我也很謝謝我的捐贈者 真的他大概捐了我兩次 一次幹細胞 一次是他的零八球 有沒有跟你想的一樣 就還滿興奮的 因為我們家人聽到也說 這好像比買樂透還厲害會中獎 你都會覺得一切事情真的很巧合 因為我們搬新家了 舊家其實是沒有人在的 那天剛好我爸媽回去打掃 然後就接到那個舊家的室內電話 然後就讓他想起來 你就會覺得 是不是他在呼喚我 因為他希望趕快找到 一個可以救他的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哇 好神奇喔 你要唱什麼歌 整個的對我們的信賴 包括他覺得在做日夜事的時候 他是很歡喜的 然後之後的互動也好 什麼也好 他也會鼓勵其他的人去做 我先生啊 然後什麼只要我認識的啊 我弟啊 我都叫他們大家都去建黨 我就覺得 如果你可以救一個人 那就是救一個家庭